我觉得台湾的大卖场 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 很奇特的部分 就是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 我朋友带我去台湾的大卖场 就是逛街 好像是大陆法 然后他就是逛很久 然后一个半两个小时 然后我就有点累 然后我就想回家 然后跟他说 跟他讲 然后他说 秉秀那我带你去按摩 所以我觉得 按摩我觉得可以一次多 一两千块 他说他要付 所以我觉得OK 这这么好 那朋友很好 然后我们 我们节碗这样出来 他说到了 然后前面就有很多按摩衣 对 很多按摩衣 然后他说 他用得很便宜 好像是什么 头臂式的 然后他说秉秀这里坐 10分钟 终点是 那边坐很多阿嬷 在那边往前面 然后在那边坐按摩衣 然后前面就有很多阿嬷 很尴尬 大约是新鲜事 关键解决所有事 欢迎收看 特长老师 欢迎我对来历 欢迎今天来自世界各国的来宾 一起来聊聊大卖场的新鲜事 台湾真的是一个 有很多新东西的地方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像出国的时候 因为在台湾很喜欢逛超市 大卖场 出国我也喜欢逛大卖场 对 蛮喜欢吗 蛮喜欢的 只要看到那个商品外面呢 印了一些他们当地的文字 你就是特别的想要去试试看 对 好不好吃 对 但我蛮好奇各国有什么样 不一样的大卖场 像台湾就有美国的Costco 对 好像只有印象中 还有家乐福也算是法国的 法国对 好像就没有别的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去国外逛超市 或是大卖场 我发现跟台湾的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美国的那个大卖场 它有一层面都是卖药的 不是一层面都是卖药咖啡 因为想说 他们身体怎么那么差 对 真的有很多人问话 有个利益问道 就是要一层面买酒 这个我就是这样 对 就想像有酗酒吧 就是觉得怎么会这样 然后没有奶茶 什么大罐 每个都这么大 对 都很大罐 我想说实验到底有多大 牛奶要这么大罐 然后米子要这么大片 对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大家 就是你们在台湾大卖场 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家乡味 是你们觉得跟我们国家的很香 想家人 对 有家的感觉 我先讲韩国的好了 因为台湾的大卖场我很爱去 然后我就每次去的话 韩国人其实很喜欢吃我们自己的东西 台湾的大卖场都卖有一个 韩国的饺子 叫过 比比古饺子 比比古饺子 这个也很多人知道 因为这个比比古公司是已经14年了 对 然后他们一开始申请这个品牌的时候 他们是为了国际化 就是卖给外国人就我们自己的 韩国的食物 我平常都是很爱吃水煮的 但是也水煮或者是蒸 或者是煎的都可以 煎嚼 对 煎嚼 可是很多人说煎嚼很好吃 但我平常都是吃水煮的 水煮也很好吃 而且它是那个 它是纯素的 里面没有加入 纯素的 对 纯素的 所以是如果有些什么 只能吃蔬菜的也可以吃 大阪姐 你有看过吗 那是好看的 对 你有看到吗 这个在美国 超红 现在美国第一名的招职 其实就是韩国的招职 可是韩国的招职 没有耶 我完全没听过 好像是台湾啦 没有 台湾人 它不是美国人 这名字比较奇怪 就是这个名字比较像是那种 网购的网站的名字 你不觉得吗 比比比 没有 比比过是因为我韩文说 比比巴 半战 比比 真的是半的意思 所以是比比过 所以我们才要做这集 其实我刚刚想到比比比过 我好像有吃过 因为我老婆吃素 吃了五六年 我们有吃过 我觉得还不错 比比比过吃过的人 一定会再买 真的蛮好的 对 我们今天现场都准备了 我们来试试一下 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来 来了来了 这个就是比比过 今天大家来吃吃酱 好不好吃 那不用蘸酱吗 它原本就这样吃就可以了 对 而且你吃什么 为什么我不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对我们这种家庭主婦而言 一看这种 长得很健康的 这不会想 不是 这不会想买 没有 这通常你们吃会蘸酱吗 还是不会 长得太健康了 这个 本来要蘸酱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 没有蘸酱也是味道刚刚好 它味道里面有 我觉得可以 还蛮不错的 真的 香味道很能吃 它可以 很软黏的这种 这是素的 对 这是素的 素的可以这么好吃 对啊 它的口感 你不会觉得都是菜 小看它 对啊 你会觉得 其实跟肉是一样好吃的 好像吃到肉 是好吃的 好像这里面有那些肉味 其实有什么 豆腐或什么 而且它的内馅 吃起来像是昏的 对 它里面好像是有豆腐 大推 而且我们现在在摄影棚 吃是没有到热 对 还是 就温温 还两口吃 但还是好吃 还是好吃 对 对 这个已经人掉了 但是它热的时候吃很好吃 这个我怎么没有包紧过 对 而且我觉得它那个皮 算是软Q 对 皮还馒头 满软Q 好感 而且还不会烂掉 吃那个满刚好 同意 我觉得我可以吃个一大盘 我也吃食物 选不得 就是卖相没有那么好 但是吃起来是好吃的 对 吃了之后就觉得可以了解 为什么它在美国会比较红 因为我们也比较喜欢 比较健康一点的东西 然后这个也很不错 对 这个现在吃素的人看到自己 马上疯狂去买 疯 对啊 疯狂又好吃 可以 而且日本可以吃到肉 超好吃的 还有吗 我送给你了 我教你很多 明明很远一刻 一直半 然后还有我觉得台湾的大卖场 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 很奇特的部分 什么 就是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 我朋友带我去台湾的大卖场 就是逛街 好像是大陆法 然后他就是逛很久 然后一个半 两个小时 然后我就有点累 然后我就想回家 然后跟他说 跟他讲了 他说丙秀那我带你去按摩 所以我觉得 按摩我觉得可以一次多一两千块 他说他要付 所以我觉得OK 这都好 那朋友很好 对 然后我们节碗站出来 他说到了 然后前面就有很多按摩衣 对 很多按摩衣 然后他说他那个很便宜 好像是投币式的 然后他说丙秀这里坐 10分钟 终点是那边坐很多阿公 阿嬷站在那边往来 对 对 然后那边坐按摩衣 然后前面就有很多按摩衣 很尴尬 对 这超浪败的 因为所有人都会看你眼睛 我觉得 我觉得为什么台湾的大卖场里面 有按摩衣 然后跟那边就很多人在那边按摩 因为你知道 这次逛了累 那个脚需要按一下 然后就可以躺在那边休息 然后可以踢去 休息一下 你们赶快回家休息就好吧 没有 刚才要被按摩 而且现在可以遛小孩 因为还有那个小孩摇摇车 对 对 对 小孩这个东西 这我也有带啊 我也有请我女儿去按摩 亲女儿吗 对啊 他每次你去买健康 你可能想要买这个水饺 结果他想要买什么 爸爸我要布丁 我要糖果 糖果 饼干 看到什么就要什么 那个饮料啊 所以我就后来 我发现我让他在按摩椅在那边 口碧 对 他就这样很开心 他摇到昏是不是 对 昏 然后 这样 然后我就是去买我该买的东西 回来他根本就没有在想那些糖果 真的耶 很棒 而且现在就是大卖场 越来越多不一样的东西 除了这个是不是还有一个 你也很喜欢 我还有一个是 那个我朋友突然就是 也是一样关完截 就带我去 他说要剪头发 然后大卖场里面 而且他说 因为我后面有事情赶时间 我刚刚要回去 他说 没关系 比方就10分钟就好 对 超快 对 超快的 快很准 因为韩国人 剪头发 一定要去 什么 沙拉 我觉得沙拉 一定要去那边 然后我们差不多要花一个到一个半小时 比较久的话 那边10分钟 我觉得怎么可能 然后他带我去 真的是 我吃完厕所就回来 他截完 对啊 很快 可是我觉得 剪跟没剪都差不多 其实我之前 我有一段时间 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好的发型师 因为可能子龙也知道 就是在台湾会剪外国人的头发 因为我们发质不一样 所以就是比较难 然后一直找 就是他们都剪得像我是一个 很可怜的鬼兵狗一样 然后我就有一次就放弃了 我去买菜 然后就看到外面有那个 我试试看 反正不可能比刚刚那个癌差 所以我去剪了 然后就是剪的时候很特别 他们用那个像吸尘器的东西 对 一个饭 然后出来就是一个伯伯帮我剪了 然后剪完之后 我觉得其实好像 比前面三四个发型师还要好 什么呀 对 而且很便宜 而且才一两百块 对 好像那时候才一百块 对啊 而且有时候就在旁边 等一下下就到你了 就不用还要提前预约或什么的 对 真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不一样的 在超市里面的搭败场 通通都有 你喜欢我们这一集接受的内容吗 现在要助上的是 按上订阅 开启小铃铛 跟着我们一起 Chill Chill 快点快点按这按这 这这这这这